根據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數據 7月的房屋銷售較上個月增加了1.3% 結束了此前連續4個月的銷售下降趨勢 達到每年調整後的395萬個住宅單位 但與去年同期相比銷售仍下降了2.5% 這些數據反映的是5月和6月簽訂的合約 當時的30年期固定房貸利率超過了7% 而7月開始離略有所下降 目前大約在6.5%的水平 房屋市場的供應量亦有所增加 截至7月底市場上的房屋數量達到了133萬套 較6月增加了0.8% 同比去年增長了近19.8% 這個增長主要集中是東北部 而中西部的房屋銷售則佈置平穩 房價上漲幅度同樣在西北部最為顯著 天空OX 記者編輯報導